北京小伙到美国留学,不仅顺利进入美国海军,退役后还成功将美军机密带回祖国 面对记者采访,他更是直言,我从不害怕美国,我的心里只有中国 那么他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成为美国海军呢? 时间回到1999年6月18日 这天,美国的星座号航空母舰奉命出海执行护航任务 这次任务长达6个月左右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航母即将出发之前 一批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登上了这艘已经有30多岁高龄的老古董上 而在这群金发碧眼的老外中,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亚洲男人显得格外特殊 他叫罗雪,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那么他为什么会以新兵的身份出现在美国航母上呢? 其实这还要从罗雪的经历讲起 1972年罗雪出生在北京,虽然出生在皇城根下 但罗雪却并非什么富二代子弟,事实上他的家境非常一般 而这样的家境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并不算出赛 因此罗雪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以后能够出人头地,做出一番成就 罗雪也比较懂事,从小学习就非常刻苦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无法与那些家境好的人相提并论 高考那年,他因为几分之差而落榜 这个结果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一边觉得对不起父母,一边又为自己的未来发愁 就在此时,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无意间吸引到了他 那是一篇关于出国留学的报道 上面详细的介绍了出国留学的要求 不仅分数低,毕业后还能顺利留在美国,获得高薪工作 罗雪被这则消息吸引 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处境来说 出国留学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但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出国留学的花费实在太大 家里应该无法负担这笔费用 因此罗雪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父母 但他始终闷闷不乐 父母很快就发现了此事 为了儿子的未来,老龄可决定砸锅卖铁 也要供孩子读书,没有钱 就将房子卖掉,这才勉强凑够了学费 罗雪被父母的行为感动 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赶出一番作为,好好回报 父母的养育之恩 留学期间他半工半读,勉强维持生计 但由于语言不同,他几乎没有朋友 为此他努力学习英语 直到一年后,终于能够说出 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才逐渐 开始有朋友,但他投了很多份 简历,却都因为是中国人的身份 和长相而被无情的拒绝 一连串的打击使得罗雪心灰意冷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阴差阳错成为美国海军 不仅成功登上美国航母 还将机密带回祖国 喊言心里只有中国 毕业后,罗雪迟迟找不到工作 签证也即将到期 如果再没有工作 很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 如果以这种方式回国 那么一家人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正当罗雪为了工作的事情头疼时 家里的门突然被挑响 一个黑人小哥询问罗雪 想不想去当兵 罗雪原本并没有在意 正想几句话将人打发走 但小哥接下来的话 却令他开始迟疑 原来在美国当兵 福利待遇非常好 不仅工资高待遇好 甚至还能解决绿卡的问题 这些不就是罗雪当前最需要的吗 但美国的待遇这么好 为什么大家还不愿意当兵呢 原来美国的年轻人觉得 当兵危险性太高 因此他们宁愿在市区里 找份待遇稍微差一点的工作 也不想到部队吃苦 在这样的环境下 美国只能将征兵的对象 放在那些来这里发展的外国人身上 罗雪原本以为征兵的标准非常严苛 自己可能很难通过 没想到体检非常顺利 之后的各种测试也都是各种常识 直到被通知合格后 罗雪还是一脸懵 不敢相信 自己就要成为美国的一名海军了 他害怕被骗 心情忐忑的来到部队后 才发现 这里大多数的新兵都不是美国人 看着这些外国面孔 罗雪的内心才稍微松了口气 刚来到部队时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甚至歧视他中国人的身份 觉得中国人若不禁风 肯定坚持不了部队的训练 事实上刚开始 罗雪确实有些吃力 但他并没有气馁 而是更加努力的进行锻炼 他对自己非常严格 同一个项目别人做一遍 他会要求自己做两遍三遍 直到满意了才肯罢休 在这样的坚持下 他的身体素质也直线上升 功夫不负有限人 罗雪的努力被上级看到 不仅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还被推荐到了航母上工作 当时能在航母上工作的 都不是一般人 不仅自身条件过硬 还需要对每次的任务 以及航母的相关信息 严格保密 因此这个决定 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 如此机密的项目 不应该让外国人参与 但罗雪却用自己的能力证明 自己足够优秀 因此上级力拍中意 将他安排到了航母上工作 从此刻开始 罗雪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改变 中国小伙到美国航母服役 退伍后不仅成功将机密 带回国内 还直言从不畏惧美国 心中只有中国 罗雪被分到了第三舰队 这个舰队的驻地加利福尼亚 距离好莱坞比较接近 即使实现不了电影梦 也要换种方式 离梦想更近一点 另外第三舰队经常到太平洋 执行任务 罗雪也能有趁机路过中国的机会 舰队下属的航母是星座号 虽然星座号航母已经服役很多年了 但当罗雪踏上来时 依旧觉得不可思议 他被这个大家伙震惊得无法言语 由于资历有限 再加上亚洲人的外貌特征 因此刚开始他并没有得到重视 还被分配到了后警部门 每天不是打砸就是扫地 但即使如此 也并没有阻止他想要学习和进步的心 他不仅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在航母上四处闲逛 自习观察航母的逻辑结构 还喜欢与人交流叛谈 虚心的学习各种知识 详细的了解了航母后 又将这些东西都记载了日记本上 方便寻找 转眼之间到了退伍的时候 罗雪如约获得了丰厚的退伍金 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此时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电影梦 于是就投资了几部电影 小赚了一笔后 他想起了远在国内的父母 安定下来后 他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 但两位老人都不愿离开一只生活的国家 纷纷表示拒绝 罗雪无奈之下 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发展 然而等他下飞机后 却被国内的变化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北京到处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完全不逊色于美国 他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我国的发展竟能如此迅速 回国后 他依旧投资 甚至亲自参演了电影 并且还将自己在美国航母上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当记者询问他 会不会担心因为泄露机密而被美国盯上时 他非常无谓的表示 从来不怕这些 因为他的心中只有中国 当了解到我国的海军力量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几条船几架飞机时 罗雪的内心非常自豪 甚至也想为我国的海军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后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辽宁号诞生后 试验阶段时 罗雪还忍不住的提心吊胆 唯恐试验失败 但好在试验非常成功 得知这一消息后 罗雪甚至忍不住发出感慨 觉得自己要是晚出生十几年 那还需要跑到美国受苦 中国人自己的航母就足够令人骄傲的了 罗雪的做法无一令我们敬佩 其实我国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 但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会选择继续留在国外 像罗雪这样不忘初心的人少之又少 而我国的发展恰恰又非常需要罗雪这样的人 还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此说一句值得敬佩并不过分吧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欢迎留言讨论